那么百分之八九十的亚马逊培训的人到最后都失败了或者改行了 主要是有这么几个原因 大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说对不对 如果说的不完善 大家可以在下面补充 今天是在这个开封 刚开车在高速开封服务区跟大家来做个视频 一个就是培训的方向不一定对 大王刚开始来做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做鸭批及做铺货的或给卖的 交个几万块钱说来 我教你如何去做铺货 如何做给卖 特别OK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教你这个鸭批 而且我的粉丝当中 有很多人说是被骗到去做鸭批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方向一定错的 所以方向错了 努力白费 第二个其实很多人来进入这个行业 都是赶上这个行业最好的时候 感觉到这行业能分一杯羹 也说白了能报复 所以兼职就那个什么 也是被很多人忽悠进来的 说兼职可以月入几万 但是有自己的工作 进来之后呢 既忙着自己的事情 又进来来做这个事 忽然发现 不是像小的那样 出了很多很多事情 到最后亏得一塌糊涂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呢 是想赚快钱 就是听到别人在深圳湾买房子啊 或者这个行业特别能赚钱 也就是说其他地方呢 有窟窿 想在这里边快速的进来 捞一笔 捞一笔去走 所以这里边有很多一些 用其他方式的 比如说捕单 什么乱七八糟的 很多很多的方式 以及发过去沾面的产品 到最后呢 一个是产品死了 店铺死了 或者说呢 在短时间之内没有赚到钱 所以呢 这是另一种失败 最后呢 他们说培训是割韭菜 跟第一 二种还不一样 接下来的第四种呢 其实更心碎啊 就是这个时间 第四种就是时间没有靠得上 其实做这个行业 真的是进来做 其实非常非常辛苦的 没有传说中那么简单 大王到现在为止 基本上每天呢 睡三四个小时 或四五个小时 有的时候一两个小时 像现在 今天搬完货 发完发完之后呢 开车车 直接要去这个 一千多公里以外的林椅 要去跟供货商去来谈 所以呢 到现在为止没睡 一天只吃了一次饭 到现在为止 大王现在就喝了一瓶这个红牛 到现在为止 其实只有这个中午的时候 吃了 简单吃了一点 而且只是简单吃了一点 是什么呢 呃 是在这个经常去的一个 就是餐餐馆里边 呃 经常去的 就是呃 也要了什么呢 要了这个半碗米饭 我说你先给我点米饭 别加菜 别让我吃完 就开上车 我就走了 所以从中午开车 一到现在 去医院给儿子送了点这个 这个送了草莓 送了点这个这个这个水果 呃 蓝莓草莓啊 这两种水果 然后送完就看完 就直接就出来了 我真的是没有这么花大力起来 在这个行业来去深耕细做的 我其实很难进入这个行业的 五个呢 其实整个亚马逊 其实也进入了另一个周期 也这个周期 也是整个过程当中大周期 其实亚马逊是呃 三五年是一个大周期 整个是一个调整 亚马逊的政策在调整 市场环境在调整 包括现在疫情的变化 所以整个呢 这个疫情都在调整 感染这周期呢 其实很多人 其实也难以坚持下去 因为各种政策在变 市场的机制在变 还有很多在变 导致呢 其实呃 其实看不到未来 好多好多朋友就放弃了 有的是被供应商骗 还有的被培训机构来收割 这有多种 大家 你经历过哪些呢 你自己周边朋友 有经历过哪些情况 来导致他呃 就是亚马逊这种 进来做呃 经过培训的呃 八九十字失败的一些主要原因 大家呃 除了大王说的这些 还有哪些呢 希望大家来留言 也希望大家呃 喜欢我的内容的话 可以关注我今天呢 先简单这么来讲一下 呃 后期我再单独做一个视频 来讲这个呃 话题 在这个呃 这开封啊 高速服务区呢 休息大约三十分钟 然后这个就就要再接着 开到下一站